果然脾气暴躁的人 就算是反抗 也会让人觉得理所当然 像他们这种脾气不暴躁的人 家里面的人一用亲情攻势 那就受不了了 京志愿闪神 只是瞬间就转过来了 他撩起一缕滑下来的头发 自信张扬 如果非要需要证据 你就跟他们说 女人的直觉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 你的那个堂妹不喜欢小若 小若不见了 她指不定是最高兴的人 西泽烈家的那个堂妹 可不是什么好人 她本是西泽祥手下的女儿 后来那个手下 为西泽祥挡枪死了 作为孤女的她 被西泽家收养 也不知道是意外还是巧合 没多久之后 西泽祥的亲生女儿就走丢了 同时爱女的两夫妻 就把全部的感情 都倾注在了养女的身上 只差把人宠上天了 这一次西泽祥提出了 让西泽烈娶那个女人 搞不好 也是某人在背后 跟养父母说了什么 还有 以前她每次去西泽家玩 总是不经意地看到 那个养女 用极度的目光 在盯着小若看 那眼神和折服的毒舍 没什么区别 西泽烈这么多年身边 没有女人 几乎把所有的感情都放在了 姐姐托姑的女儿身上 小若不见了 就和当年西泽祥的女儿 不见了一模一样 女人的直觉告诉她 西泽烈那个堂妹 有问题 我的第六感 很少出错的 你相信我 你就去查一查 不相信我 你就算了 看似温柔 跟天使一样的男人 树然就眯起了眼睛 半脸的眼眸 让人看不清楚 她的瞳孔 在想些什么 可周身的气场 却是从之前的人畜无害 陡然冷了下来 我会查 碧桂园里 池恩恩他们刚刚回来 池宝贝踩着她拖鞋 怀里抱着一个笔记本 从房间里出来 路过他们的时候 哒哒哒地停了下来 扫了一眼高大英俊的男人 目光顿了一下才开口 医药箱 在碧桂左下角 之前里面的硝烟药膏用完了 我满了心都回来 她说完 就抱着自己的笔记本 沉着脸 走到了客厅沙发上坐了下来 放下笔记本 她的双手开始 噼里啪啦地在上面飞舞 仿佛刚才她突然停下来的那句话 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绝夜 少夫人 你们先进去吧 我去泡杯茶 少爷这边就交给我了 获益这么一说 知恩恩回过神来 点点头 嗯 麻烦你了 少夫人太客气了 这是我该做的事情 她实在是担心某人肩膀上的伤势 一定要亲眼看到 才会放心 只能够先牺牲一下 他们家的吃宝贝 等到他确定某人的伤势 真的像他说的一样不严重了 再出来安慰他家的 爱扣是心扉的宝贝儿子 走吧 他拉着人急急地进了卧室 获益也是了解吃宝贝性格的人之一 他泡了一杯果汁送到了吃宝贝的桌子上 再站在旁边轻声地说 少爷 您的诚之 放在那里吧 吃宝贝现在轮廓已经出具少年清俊的棱角 比起同龄的孩子的青涩 他更显得尊贵分明 好像一下子就从少年幼稚时期 跳到了让人琢磨不透的阶段 高挺的鼻梁更是完全遗传了 利家多国混血基因 笔直 英气 他打开笔记本 手指在上面敲了两下 明显是心不在焉的样子 获益看到无奈地开口道 少爷 您不用担心绝业 绝业只是肩膀受了一点伤 贵气得初见轮廓的少年 背脊一僵 马上傲娇地否认了 我没有关心他 他口是心非得太明显了 明显到获益都不知道怎么接了 只能够顺着他的话 安抚住瞪眼睛的少年 是 少爷没有关心绝业 我只是告诉少爷一声 绝业肩膀上的伤 已经到医院里面处理过了 不需要担心 我再说一次 我没有担心 吃宝贝那一双 利家男人特有的凤眸 贵气非凡 气场强大 此刻 那一双漂亮的眼睛 瞪得圆圆地 染上了恼怒的神色 双手也离开了键盘 那么明显在担心 还嘴硬自己没有担心 也是没谁了 霍益聪明地低下了头 我明白了 少爷 吃宝贝有一种 一拳砸在了棉花上的感觉 胸口憋着一口气 鼠发不出来 他嘴角抿成了一条直线 握紧拳头 转头重新把视线 放在了电脑屏幕上 双手也重新搭上了键盘上 他点击鼠标 登陆了聊天软件 点开了最上面对话框 看了看发现 对方还是没有上线的状态 狠狠地皱了一下眉头 这都是第三天了 鼻涕虫怎么还没有上线 他干什么去了 吃宝贝胸口莫名地烦躁 看什么都觉得不顺眼 他手指触碰键盘 好几次想要发个消息过去 可是每次打出去字 又在下一秒删掉了 这样反反复复地好几遍 他才像是回过神来死的 啪地一下子关掉了笔记本电脑 故意听到了动静 吓了一跳 询问道 少爷 您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了吗 需要我帮忙吗 我没有不开心 吃宝贝回答得很快 完全地不加思索 他的眉头紧锁 心情糟糕透顶了 就连一直喜欢喝的冰橙汁都不喝了 站起身就往卧室走去 走到了一半 他不知道是想起了什么 又到了回来 重新坐下来打开了笔记本 这一次 他像是想通了 重新掉出之前的对话框 飞快地打出了三个字 发出去 快出来 他把消息发过去 肩膀放松下来 双眼紧紧地盯着屏幕 等着那头回他 等了五分钟 那头还是没有反应 他阴气的眉头 再次狠狠地拧起来 笔涕虫 我数到三 你再不回我消息 我就把你脱黑了 一 二 屏幕上静悄悄的 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在自言自语 赤宝贝的脸色越来越下沉 却是不影响他越来越展开的俊颜 霍毅站在一旁 正好能够看到他在发什么 满脸好奇地偷看了几眼 看到一项早熟 自称大人的少爷 紧紧地认真地盯着电脑屏幕 不停地给那边发消息 聊天的对话框的备注 更是奇怪的 笨蛋鼻涕虫 鼻涕虫这个称呼 他没有听到少爷提起过 但是笨蛋这个昵称 他倒是经常听到少爷叫小小姐 貌似少爷对自己喜欢的人 很喜欢叫做笨蛋 笨蛋鼻涕虫这个备注 不管怎么看都像是个女孩子 难道少爷早恋了